關鍵是什麼呢?就是那個叫做香港愛知病顧問局委員會的組成 我也想問一下官員到底有多少個愛知病患者坐在委員會裏面 即是說整個會是講其他人的事,指上談兵 叫這個公牛教練去講西甲巴塞龍牙排什麼陣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我想請教你們 你們就在這裏慢慢講哪幾類人士高危有六類 那你的委員會我數一數都差不多二十幾人 那六類人士只是每個人坐在這裏 你都不用懲隔萬松山 我又不知你在哪裏,我要問一下你 你這個委員會來做什麼呢? 我想請教你,主席我現在走了,我沒眼看 為什麼那六類你自己說高危的人,是沒有代表的呢? 你明知的了,小數族裔啊,你那個策略都列出來的 還有四項目,九個目標 那那幫被你當做target的人,被你當做非標標靶的人 他真的不斷扔掉我,我想請教主席 你坐這麼多委員會,你都有坐的 那沒有這麼離譜的事情呢? 我就覺得沒有 這個愛知病建議策略的制定 是跟這個香港愛知病顧問局委員 是一樣的嘛 就是說有一些人 是根本不懂那樣東西 或者他不知道那個政策實行了之後 他影響是多大的 就是對那些 就是因為政策施行了之後 而受影響的社群 都列了出來的喔 沒有啊,哥 你是不是浪費時間啊? 是不是? 你每一次的諮詢 就自己關門來諮詢 每一次你就victimize別人 污名化別人 你試試找六個進去啊 他不逐樣逐樣搏你啊? 所以主席說來說去,你浪費時間 我覺得這個完全錯了整個策略 如果你針對一些你覺得他已經是弱勢的 或者他是在華語權上很難的人 你一定是要叫他來跟你談的嘛 如果不是這樣 我告訴大家 現在你在說什麼? 我們在天堂那裡在說地獄嗎? 是不是有病啊? 我覺得是有病 有病是不是要醫治啊? 醫生 你問問他啊 為什麼他會這樣啊? 是不是叫宮牛的教練來講巴塞 下一場怎麼踢 我神經病的 或是你確定要不要 誰呢? 還是要來講我 你確定要控制 我之後 他就訪了 你很難聽 如果有病 你確定要分析 我看你